字幕提供 幹 沒關台喔 啥小啊 欸不可能 然後我沒有動電腦欸 開了就別關了 欸我真的沒開台 我想說我先洗個澡再開 不是不是不是我給你們看個東西 我真的不可能按開台的喔 好這是我剛螢幕錄你的影片 這是我起床 你看你看你看 我突然 對對對 我在看影片 然後然後我起來拿煙 然後他突然自己跳錄影 你們看 我怎麼可能按錄影 不是你們看我的動作 我的那個起始動作是 他突然那個螢幕黑的 然後變成亮的 然後我的手不可能按錄影 你知道嗎 因為我在拿煙 OBS開車啊 但是我非常清楚我串流是停止的喔 因為我剛剛有在想的可能性 那裡面是不是有可能我昨天沒有按到停止串流 我就關台了 但是我昨天是關台的啊 然後我剛剛一過來看他那個 有停止錄影 後面 後面 後面什麼東西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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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人就會關台了嗎 刷到累的時候 我覺得我其實現在沒有那麼在意人數 反正我都有個概念就是 我都在玩死人遊戲了 還要在意人數可能怪 可是當有人說你人數很少 你又要走心 然後不要永遠我拜託 啊不是啊我自己看人數少 跟你們一直在那邊刷人數少 這兩件不一樣的事情啊 對吧 我也不想要我聊天室都出現那些 影響我直播心態的東西啊 就像是我今天來開塔 然後聊天室一直在刷過氣 我他媽是要怎麼開下去 就如果你今天你的鬧事 能夠讓我做效果 能夠跟我是有互動的鬧 那OK啊 但那媽的大多都是完全 我不知道怎麼互動的鬧 你看欸小鈺在哪裡 欸你那媽人數好少 你過氣了 我他媽怎麼互動 我在以前的時候就被講過很多次我過氣了 那我那時候回答是什麼 就是啊對啊過氣 啊我已經講過不知道幾千遍了 然後我還要再繼續講 我當然也膩啦對吧 我就直接BAN掉啊 我覺得你把類似這些留言 放到我台的規範 不然新來的也不知道 你的留言規範很久也沒關心 我覺得我們都放都一樣欸 通常會刷我台的人根本不管我 其他人的留言根本不管我在幹嘛 竟然就打個三句小鈺在哪 然後離開 那會看歸章的人 基本上講完之後也會跟我道歉 然後跟我講說OK好我知道 然後再跟我繼續看我台跟我聊天 就我沒有必要把我的聊天室弄了一大堆規章 搞得很像來看我的台要在意東在意西 這就跟我初中抵觸啦 其實同時的 我希望保持我開台初中的同時 不希望太多不理性的人存在 因為我開台初中是什麼 我就覺得大家來看我的台 反正就看一個智障在耍白癡 我就做好我耍白癡的本分就好了 還OK啊 那這樣就好啊 我可以不跟你分享一下我開台到現在的心 因為其實我真的最近有點 我不知道這是不是實況主都這樣做 還是只有我怎樣 因為我發現我真的是 大多實況主 我至少我觀察一下最浮躁的 因為我真的有在檢討這個問題 因為我不太希望開小學生玩笑 或者是看到一些智障的人 我就直接放炸 然後變成一個可以 因為你們知道其實我做網紅五年了 然後如果是單純只是YouTube影片的話 我是可以無視的 只是開台就不太能無視 因為無視的他們就會重複反覆刷 我自己定義的一些網紅應該有的樣子 我說我自己 當然不是我覺得大家都該這樣 是我自己給自己的一個規定 我會覺得網紅就應該跳脫常理一點 我不應該用太正常的邏輯來審視我的工作 這樣子我才會感覺自己跟大家不太一樣一點 我才會覺得這可能才是放過 開玩笑的前提是要給我最低承受的尊重 對啊 是這樣講沒錯啊 只是如果規矩限定太多了 我就會覺得那這樣 我是不是又把自己規定在小眾裡了 每次開台時都要保持著表演的態度 讓我心情越來越複雜 你有多少有點嗎 沒有 我有精華壓力啊 就是 欸今天要工傷了 我不需要進入表演狀態 這樣才對廠商尊重嘛 然後 今天這件事情是要變成精華的 我就應該要在一個好的狀態裡 我覺得這逗老說是理所當然的一件事情 論個精華壓力要給剪輯師想吧 工傷就算了 這不一樣嘛 就是我在實況強化的同時 我五時五刻的也在想想說 這有沒有機會剪成精華 跟我會自己審視自己到底講了什麼 能不能變成影片的片段 這是我當YouTuber養成的一個習慣 剪輯也要有素材 而且也會有點閱壓力啊 就原本我的點閱平均只是十萬 然後我因為說我不做效果 然後片是要想辦法把這八小時 變成那十分鐘精華 又要達到十萬這個壓力 那這兩個應該是我們兩個一起努力 達成那個十萬的目標 而不是說我今天就只要耍廢表演 然後讓那個十萬給他這個壓力 我還是覺得不要把實況當拍片啦 這是我的商業價值啦 為什麼我會一直想要堅持 把我YouTube拍片的有一些邏輯套 在實況精華上 因為你們其實可以看到 所有大多實況主的精華頻道 我算是真的唯一一個 還在我的副頻道有些創意影片的 因為這樣子對我來說 拍片才是很好玩的 就是我除了精華之外 我中間可以做置入 我還可以在做各種不同的事情 除了正常實況主接的 遊戲業配之外 實況精華業配之外 土文之外 我還可以再去玩不同的東西 以數據來講我成功 而且我也算是幹第一個這樣做 應該可以這樣講吧 我算第一個這樣做 然後我也不知道該怎麼樣 在實況精華跟實況表演上 做分割開來 我們就完全商業角度來講 為什麼我會說我這樣是OK 當然我的成功不是點閱率 我點閱率還在 我還有很多想努力的 但為什麼我說成功的 原因是因為 今天廣大也要發 他業配 每一個實況主都是實況一小時 然後加精華 而放火的話 他可以實況一小時加精華 實物之外 他很像還可以製錄兩分鐘 他也可以創影片 我是不是選擇比較多 然後我對於廠商的proposal 就可以做得比較多 對我來說傷害也是好玩的 但是我每一集跟阿兵 拍的每一個製錄型影片 廣告型的創意影片 我說副頻道的 我是樂在其中的 我相信阿兵應該也是 結果我會覺得 我們不是單純只是在工作的感覺 其實我有一說一耶 我加班台其實算是很快樂的 就是在這兩個之間達到一個平衡 我加班台已經完全活在實況世界裡 我根本分不出來 我是他媽的 就你們懂嗎 我已經完全在實況狀態 而且你們也習慣看我台 等於會有個情況 就是說 來鬧的也已經鬧得夠多了 來鬧又想留下來的 也習慣不要這樣鬧了 然後 平常會看的也就會看嘛 等於說 就是你達到了一個 滿詭異的一個平衡點 所以我滿喜歡加班台 但是很累 早安放火 上班中 你剛剛說到的同個梗 不喜歡弄到太多次的部分 但那其實挺累的呢 能創新的話題是一個主題 但創新的梗很難在頻繁更新中出來 這也會導致自己開台的心態 喔對啊對啊對啊 欸其實我覺得UI講得很好欸 我一直都不喜歡活在同一個梗 我副頻道我不知道啦 但你們去看主頻道 我從來沒有拍過重複的題材 或拍第二集 很累沒錯啊 沒有但是我們講重複的梗 不喜歡被弄太多次的前提像是 小玉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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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東西已經講一年了 你懂我意思嗎 這個就是 我都不知道要怎麼讓他變好笑了 但老實說 直到最近的精華還有 重複的梗18是 他們也覺得自己 精華DG會比較晚啦 我對同一個梗到膩 通常是一個月到三個月 欸其實我說實話 其實真的會刷的是少數 因為你就想嘛 我今天ban的是100人 又不是ban以前人 對吧如果真的是多數的話 那其實ban的會是更多人 那感覺好像開台的時間要平均一下 欸欸但是我跟你們講一點喔 我跟你們講一點喔 其實我覺得我現在心態有點爆掉 可能我最近開台會那麼煩躁 可能有一點 因為我開台時間太少了 然後因為我開台時間少 導致我有精華壓力 然後我有精華壓力之後啊 我就必須要每一個東西 我都必須要可以減成精華 我有這個壓力在 然後你知道嗎 這就導致一個前提 就是欸 你這樣抓到原因了 因為我沒有認真工作 然後我現在因為沒認真工作 然後我找不到地方 也出現壓力 然後就灌在你們頭上 哇 小學生亞洲 小學生 對不起 因為我沒認真工作 前面講那麼多幹話 導致這些壓力 明明是我該承擔的 全部丟在你身上 來幫你們ban掉 對不起 喔我終於找到原因了 為什麼我開台變得很煩躁 為什麼我開這些死人台 我會有心理負擔 因為精華不夠啊 就順著 见证